又蓋了一些網 就知道沒有經常維修 現在放了很多 總之是好像維修 沒有荒廢了 其實大家知不知道 牛奶公司 目前在牧場 吃雪糕 喝牛奶是牛奶公司 現在是雀巢 以前牛奶公司 它這麼長 大小的面積就是 由馬利亞 加上阿富村 很大 在1886年 開始 在香港 到1984年 就是 截出 1986年就正式 將整個廠房搬去 大陸 以前 這個牧場 在我們 牧村 六倍隻 我們叫做 羊草山 我待會會 帶大家看少許 這些遺跡 其他地方 因為太遠 還有很多草 有蛇 有蚊 所以 帶大家去看 但你看到 一直在我們 村 背後 應該會看到 用這些石 砌出來的東西 基本上都是 牛奶公司的東西 你看到 有很多 很多 其實 有些 非法戰服會的人 在那裏 偷偷地存 所以 古蹟的 保養 其實 就不是太理想 我們 曾經嘗試去 用古蹟辦廣告 最後他現在做了平扣 即是有很多遺跡或遺跡是平扣 所以之後應該會有些動作會做 即是他開始還要收集一下 現在是我們的鼓勵小組 即是我們村有一班義工 即是包括我們今次組成一個義工團隊 去動想園 其實這個鼓勵小組是村的一個文化和賭辱 即是不是很想人家拆穿 不是很想人家拆穿 又不是很想像新界那些人 就拿了從口喊喊 接著佔駕馬路 即是我們不想做一些這麼難的動作 我們用一個軟性的方法 就是包括跟大家介紹很多這條村 告訴大家 其實這裡有很多好東西 很多值得留下來的東西給大家 展示給香港人看 所以我們這個鼓勵小組 是這樣的 包括大家都不知道 因為牧場原來以前是在布浪 也有很多 你會見到一塊很古色古香的東西 很大塊才會見到 你會見到 原來是這樣的東西 香港 這兩棟其實就是牧場 在公司的工人宿舍 你會見到 它其實就好像 如果是以前的七層大廈那些 基本上這兩個的隔壁都是 那些好像七層大廈 那些好像剛才那些 那些有這樣的紅色的 那些都是 空間的 我們在這裏 我們在這裏 線索 然後就是一盤 那當然 那些 那些 在宿舍那些 它都有層大廈 譬如是 一家大廈 或者是廉支比較長的 一支圈工才有一支 那其他呢 沒有得 在宿舍那些 那些 很多就是居住在村裡 因為近 所以 所以 大家會見到 另一件事 就叫做一個 牛奶公司的 工人報戶 那個工人報戶 就好像 一個聯誼會 那樣 就是 裏面呢 就有少許的東西 就是有些 可能白飯魚 或者 賣衣服 給一些人開工的 那另外就有 可以喝奶茶 吃一件三文治 那就是 工人報戶 那一會也會見到 那這個宿舍呢 這間呢 就荒廢了 那荒廢了呢 其實 去到 03年左右 就沒有人住 就是 八幾年 搬走了 但是還要 還有人 保存在這裡 住到03年左右 就沒有再住 那 它這裏呢 本身呢 就是 自地 靈馬 擁有的 其實 整個牛奶公司 就把 這裏 他們有的地 都賣了 賣了 給靈馬 現在呢 大貨廢了 為什麼呢 正常這裏 就拆了 馬上起樓 但是呢 因為呢 建築物條例 說 其實你們 起樓 所有東西呢 其實要有一條 消防 可以 消防車過 老的路 上去 才可以 發展 如果沒有 這條 緊急救護 公路 就不可以 做發展 但是 一直都沒有 沒有這條路 因為它在山上 而在下面 又被村屋 擋住 旁邊有水塘 所以它又 動不了 所以 唯有 浪去 現在暫時 還是 這樣的 status 搞了30年 現在就是 我們就很想 跟村屋談 就是 不要浪費 被我們拿來 例如做 現在政府很流行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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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的 藝術 就好像 PMQ 這樣的模式 的東西 就是想 跟我們談 或者一些 青年類社 等等 都 很多可行的辦法 但是 暫時 那些 財務 都是 投資30年 它不斷在維修 但是 它可能 著牙 之後 是否有事做 所以它都是 餓 大家喝一下水 天氣